是签约双方的一方 需要维持这个签约的保密协定 但是已经努力的来跟高端讲 请他来公开 陈建仁今天一早到台立法机构 先是宣称外传的所谓采购合约 要封存30年是假讯息 后又甩锅高端公司 称是否解密由高端公司决定 你叫他不可以公开 结果现在说公开要他同意 你不要用高端的重讯 公开资料拜托 这是公开资料 所谓重讯在台湾是指 上市公司发布的重大讯息 高端公司曾在2021年5月30号 发出重讯 称依采购机构要求 合约和其他细节不予公开 换言之就是民进党当局 要求保密不准公开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他要发布重讯 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所以你这个重讯是错的 我们没有要求要保密 高端公司与民进党当局 互踢皮球 但依照薛瑞元的说法 若是高端公司重讯造假 则违反了台湾证券交易 相关条例 重讯发售是很严重的事 重讯是不能乱发的 这是会影响股价的 我咬狗一嘴毛 到底谁咬谁啊 在选前会给你答复吗 就缓兵之计嘛 除了合约问题 疫苗采购的过程 也疑点重重 但陈建仁一概否认 即便是紧急采购 还是要做绝标公告 因为你没有这个绝标公告 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我没有绝标公告 所以你这样讲的就不对了 你就说假消息啊 然而有民众在网上查询 所谓绝标公告却一无所获 台卫生福利部门紧急改口称 因涉及机密 采购信息不公开 高端疫苗采购案 延烧至今疑点越来越多 不少台湾网友讽刺说 高端公司和民进党当局 推来推去 到底有啥见不得人的 高端疫苗都停产了 还保密做什么 落灰尘吗